吴医生 闭门更好吃吗 好吃 好吃 这两天吃了不少 你不是一直稀释如鸡吗 怎么在蓝姐身上 花那么多时间啊 我得讨好丈母娘呀 这样才能 有像你这么优秀的女朋友呀 生活中温柔挺贴 还可以每天为我 工作十二个小时以上 我是不是赚的 老奸巨花 什么 老 娘不是吗 你比我大六岁呢 你再说一遍 老奸巨 还老吗 老 老 苏严安 你别跑 HTK三九 绝对不可能上市呢 主修 主修 你说你什么都跟我斗着干 因为苏严安嘛 你难道不知道 HTK三九 是他活下去的唯一希望吗 你说什么 你怎么知道 我知道 我早就知道我什么都知道 从你退学的时候我就知道了一切 你携带着舞蹈症基因 你是复习三代患者 再用不了几年 你就会发病 如果没有特效药的话 你很有可能会死的 你以为我为什么好好的医生不当 我去接管爷爷的医药公司吗 我顶着董事会那么大的压力 我要投资HTK三九 国内成熟的亨廷顿的研究项目 只有这一个 如果温染不是温教授的女儿 我根本就不会看她一眼 我做这些权动是为了你啊 一个有可能会导致动脉瘤破裂 甚至致死的药物 你居然说是为了维安 苏维安 我从开始 亨廷顿课题的那一刻起 我查阅了将近一百篇的文献 我知道是很难 但是我做的每一步 我都觉得它是可行的 我甚至对将来五年 十年 我都做出了规划 这些难道在你的心目中 就是当一天和尚 撞一天钟吗 你为什么就不能和我一起 把这条路走下去呢 我只是不希望你 为了感情变得盲目 我也不希望你为了我 牺牲你本该有的成交 连你也觉得我是被恋爱冲昏了头脑对吗 是苏维安 是你 是你让亨廷顿的研究对我而言 不再仅仅是一个繁复的实验 我承认这没错 但是我在书上写的每一个标准 我培养的美版细胞 我做出来的每一次荧光染色 都是因为你 变得更加地有信念 但这信念不仅仅是因为你 他还是每一个 患有亨廷顿舞蹈症的患者 你现在呢 不适合再看电脑了 过度疲劳对你不好 快去洗澡睡觉吧 行 方案还没备手呢 要睡你自己睡 别等一下名师出不了高途 全怪在我头上 你这不用说什么 我一个人睡 嗯 是不是高途我不知道 但一定是爱途 好了 维安 明天呢 我会对你进行洗涂的训练 现在呢 你赶紧去洗澡睡觉 嗯 走 你到底是不是医疗公司的人 我的项目计划书 你到底有没有看 这 这 我肯定看过 肯定看过 这个顾明正跟我说 他们研究的什么 老起泊器 将来能卖个好价钱 不缺投资 差点走了 我肯定看过 他研究的是药 不是脊博器 喂啊 你姑姑猪网膜下枪出血 发生了严重的视察 小老板 小老板都没有来得及开炉 他 他就不行了 东云诚 你给我顾吃的什么药 可怎么就偏偏是 亨廷顿舞蹈症呢 您该知道 全球范围的研究都限于停滞 选题意义 我已经详细地写在 项目计划处理了 我希望杜院长您 可以尽快阅读 加改公证 我是不会同意的 不是 为什么呀 我作为医生 我去攻克科研难题 您作为院长 不应该支持和鼓励吗 如果你研究舞蹈症 今后你拿什么法律来 怎么品质证 而且你也不愿意 退休之前 一直做副教授的位置 看着你这些后备 一个一个超越你吧 院长 果然是院长 您看问题的角度 真的是高不见领 这些问题 从来都不在我的考虑范围之内 院长 那不是你跟我置气的时候 你那个转课题的申请 还有项目计划书 我都押下来了 我给你期待的时间 赶紧撤回去 您是 我叫杜永松 是云征的父亲 华人医院的院长 您好 好好好 云征父亲啊 快请进 请进 她是姓杜还是姓姑来着 您先坐坐坐 我叫您院长 是不是有点生分了呀 来 我就叫您云征爸爸 小顾这孩子呀 太低调了 小顾这孩子呀 太低调了 都没告诉过我 爸爸是院长 看来他们交往很久了 连家长都来见过了 是是是 这小顾啊 真是个好孩子 对维安哪 又体贴又照顾 彼 阢